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 历经探道 请大家聆听四旬期第五周星期五福音 攻读圣若望福音第十章三十一至四十二节 那时候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砸耶稣 他对他们说 我把重复来的许多善事显示给你们 你们因为哪一件要砸死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 为了善事我们不会砸死你 而是为了亵渎的话 因为你是人 却把自己当作天主 耶稣说 你们的法律不是记载 我说过你们是什么 经书是不能废除的 如果那些承受天主化的人 天主尚且称他们是神 那么 父所圣化 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 因为说过我是天主子 你们就说你说了亵渎的话吗 假使我不做我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信我 但若是我做了 你们纵然不肯信我 至少要信这些事 这样你们就清楚知道 父在我内 卧在腹内 他们又想捉拿他 他却从他们手中逃脱了 耶稣到了约旦河对岸 到洛汉从前 失起的地方住下来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 说 洛汉没有行过神迹 但洛汉 关于这人所说的一切话 都是真的 在那里 有许多人就信了耶稣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众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看到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 要杂耶稣 又要杂耶稣 这说明这不是第一次要杂耶稣了 他们多次想陷害耶稣 那么 耶稣就问他们说 你为什么要杂我呢 你们 我做了那么多善事 他们回答的说 不是因为你做了善事 罚你 而是因为你说了邪度的话 耶稣说什么邪度话了呢 因为他说自己是天主子 就因为这样 他们说耶稣说了邪度的话 这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 是天主子 其实他们真的是因为耶稣 说了邪度的话 要杂死耶稣吗 其实不难 因为他们是为了他们团体的利益 可能大家还记得 这个司机长经事们说 哎呀 全世界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 他们是非常的害怕 如果所有的人都信仰了耶稣基督 那么这些司机们 经师们 就要丢饭玩了 圣殿里就没人了 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 所以他们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团体的利益 而且呢 我们知道耶稣本身 他是犹太人 但是呢 在圣经上 多次把耶稣放到 犹太人的对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说明 现在这些犹太人 他们已经站到了 耶稣的对立面 他们为了自己团体的利益 站到了耶稣的对立面 这样的一个团体呢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为了信仰 他们真正的在遵守天主的话吗 没有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维护了他们团体的利益 个人的利益 真正的历经叛道的 并不是耶稣基督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认为耶稣说了泄露的话 做的事是有点历经叛道 耶稣呢 的确可以说是一个宗教改革者 尤其他整对法律塞人 恨其不腾刚 愿意他们呢 能够悔改 愿意他们能够真正的理解天主的话 可是呢 他们不理解 也不愿意接纳 他们固守成规 觉着我们这样做很好 不接纳耶稣的话 不但不接纳耶稣的话 他们发现 人慢慢的都到耶稣那里去 这样呢 使他们的团体人数就会减少 这样他们的利益就会失去了 加露说 人真的都到耶稣那里去 人们不在 像圣殿里拿税 大家可想而知 这些人吃什么 喝什么 他们在社会上的利益 也要受到影响的 可是 我们看到 他们为了自己的 自私的利益 甘愿 要把耶稣 杀害 而且呢 他们不单是 内心的要想除掉耶稣 而且还联络了 罗马人 同黑洛贼党人 也联手 一起要想把耶稣除掉 我们通过今天的读经 福音 我们看到 耶稣 针锋相对的告诉他们 自己并不是 盼经立道者 而是要把他们 领到天主那里去 现在呢 这些人 都在哪里呢 都在团体内 而且这个团体 是一个地上的团体 正如耶稣所说的 我属于上界 你们属于下界 现在耶稣要把他们 领到上界去 同时也告诉他们 我是从天上来的 我是天主子 只有我可以 把你们领回去 但是他们 更喜欢留在下界 不愿意到上界去 耶稣也给宗徒们讲过 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这些犹太人 则属于这个世界 尤其 这个撒度赛人 他们作为司机 司机长 他们不想永生 不想有天使 不想有灵魂 他们觉得 我现实 想福就够了 这是他们所想的 所以他们不愿意 放弃现实的利益 他们反对耶稣 实际上就是 为了一个团体的 现实的利益 而要把耶稣 杀害除掉 耶稣来 用很多行动来证明 自己是天主子 证明他与父的这种关系 他耶稣做了很多好事 他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 但是他们明明看到了 耶稣的行为 却不愿意接纳耶稣 耶稣作为天主 来领他们归向天主 因为现在真正的 历经叛道的是犹太人 耶稣把他们 再领回正道上来 耶稣说过 我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可是呢 他们不接受 他们一来 我行我素 依然走自己的道路 甚至呢 还要把耶稣 这个道路堵死 要把耶稣杀害 可悲 其实在今天 也有一些这样的人 他们自以为自己是真理 却不愿意接纳真理 甚至还要迫害 这拥有真理的团体 这是可怕的 当人不再追求真理 不再走在真理的道路上 那么这个世界 这个团体 这个社会将会堕落 将会走向灭亡 因为耶稣 祂是真理 也是道德的标准 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信徒来说 我们一定要记住 耶稣 祂是道路 只有这条道路 才能通往真理 只有耶稣 才是真理 只有耶稣 这个真理 才可以给我们 永恒的生命 谢谢大家